在2014年7月有一部日本动画被众多网友纷纷调侃 啊又是一部神作 随后续作在2015年1月播出 直到完截止舞动画就彻底被人当成了一部烂番 而他的名字能正确叫出来的人可能还不多 简称AZ不是AJ 所以为了方便我做解说 我就用他的右名火星公主 哇一下子档次瞬间下降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不是蜡鸡续作 而是还能被人接受的第一部AZ 故事是一次称为火星的瓦斯帝国公主展开 他决定在星期内访问地球 但其实说到底他也算是个地球人 毕竟祖先是从地球移民过来的 那时在几十年前人类在月球表面发现了古代火星遗迹超空间门 这成为了人们开拓火星的重要道路 但是这一发现却成了一条导火线 移民的地球人在火星获得了名为阿努多拉的技术后 就彻底的驱住在了火星 自此他们并不再称自己是地球人 随后建立起瓦斯帝国并和地球展开了实际大战 两方战乱导致失控的超时空门毁灭了整个月球 地球联合军为了抵御瓦斯帝国 研发出了装甲骑兵 一种再能人形兵器 现在高中升了必修克 已经加入了操纵兵器的课程 而瓦斯帝国的力量装甲骑兵根本无法抗衡 这是地球少部分军人才知道的内情 因为月球的毁灭 瓦斯帝国暂时休战 所以公主才会主动提出要作为亲战大使访问地球 他一直都想要跟地球理解友好关系 然而除了他 其他人都想把地球给占领了 可在公主独自进往地球时 在街上的他却被无数的导弹袭击 而这导弹其实是瓦斯帝国的路兰奉命安排的 借由公主被袭的这个契机 瓦斯帝国展开了新一轮的大战 在太空轨道上 有37位骑士分别率领一支支 各自为正的火星军队立马出击 他们争先恐后的降落地球 占领着自己的地盘 自豪没有把地球人放在眼里 而他们的降落伴随着荷包神区的出现 地球就像被炸得千疮百孔 说我不能放出音乐给你们听啊 反正现在地球是毫无生算 男主依赖凡在准备前往避难所的时候 碰到桥窗打扮的公主 和他的侍从艾德丽兹 原来刚来地球那天公主就生病了 是其他人代替他巡游的 所以被炸死的人也是龙套 可现在依赖凡不少人身份 能救带着他们一起上了车 此时反派路兰进攻到了公主依赖的城市 军人们都差不多死光了 随后他去见了蓝恩一家的人 他们就是向公主的车发射导弹的人 想要投靠火星 但路兰却一巴掌拍死了他们 一旁的莱恩看着家人死掉后 便开始一路逃 最后被救到了伊凡逃生的车上 当晚伊凡决定战斗 不然最后只能等死 他分析出敌人的装甲骑兵的屏照 能够吞噬一切东西 依赖凡分析出敌人的装甲骑兵 存在屏照漏洞 既然装甲骑兵可以几乎无死骄的保护机甲 那么里面的人或许也就看不到外界 只能通过天上的摄像头来攻击对手 为此伊凡逃制定了作战计划 公主也申请假如计划 他为自己挑起了战火而自责 等到第二天 伊凡逃带领大家用烟雾弹打中了天上的摄像头 阻碍了路兰的视线 但跟随路兰一同前来的斯雷英 驾驶的战术运输机 捞乱了他们的计划 斯雷英是地球人 多年前被公主救下 留在了身边 等路兰要追上公主和来人的车时 继续帅气地割开了他的脚底 打败了路兰的机架 果然这个装甲骑兵不是绝对的无敌 脚底就是无法吞噬攻击的部位 伊凡逃一战成名 公主最终只对莱安和伊凡逃两名的身份 希望他能够带自己去和瓦瑟帝国国王取得联系 阻止战争 但他不能公开自己 因为地球人中混有要暗杀他的人 跟麦斯雷英也看到公主还活着 在他兴高采贴准备去迎接工作时 路兰却说得赶紧杀了他 不然咱俩就成反贼了 横叔现在杀死公主就不算反贼对吧 先不说路兰的思维逻辑有没有问题 反正斯雷英都没有给得到 于是他杀了受伤的路兰 然后回去对迪奥伯爵谎称 路兰被运石砸死 他没有说出公主还活着的事 因为他担心迪奥也是谋杀公主的同伙之一 所有迪奥派出了布拉德为他作战 布拉德找到伊奈凡等人 伊奈凡用他的机架和他两位同学配合 打倒了布拉德 华瑟帝国的皇帝也就是公主的爷爷 才发现骑士本突然开战后 直接宣布休战 他认为地球人没胆子伤害他的孙女 所以一定是用内鬼挑起的战争 既然如此 必须先清理门户再谈其他的 可是战败的布拉德觉得名誉扫地 再次找到伊奈凡他们战斗 但伊奈凡充分利用他的练习机甲 搭配牛掰的物理知识 巧妙地再次打赢了布拉德 而斯雷英好不容易找到机会来到皇帝面前 向他说明了公主未死 但他早就发现斯雷英异常的被魔爵找他一步 恶人先告状 说等一会儿一定会有人来说公主没死 国王你不要相信 信了你就是傻逼 导致皇帝觉得斯雷英作为地球人太过奸诈 确实不能信 于是再次宣布开战 好家伙 横氏皇帝根本不知道 不管他信不信 他这傻逼是坐定了 而斯雷英也被追杀 但他成功逃走 并去寻找打败布拉德的伊奈凡 伊奈凡他们乘坐舰船要前往种子岛 那里也是多年前月球爆炸后水平掉落的第一个地方 也是瓦斯帝国摧毁的第一个地方 也就是种子岛战争 然而这次种子岛也不安全 37位女骑士之一的费米安站定了这里 在费米安要毁灭伊奈凡他们时 斯雷英救了他们 费米安的装甲骑兵 拥有三头六臂 能够不断发射出拳头 斯雷英和伊奈凡合作 想要打倒他 但终究很勉强 这次其他人都进了种子岛 在那的秘密基地竟然发现了火星人用的战舰 因而凡就突然攻击了斯雷英 因为让斯雷英见公主 公主一定会有危险 被打倒的斯雷英最终被迪奥伯爵的人给抓回去 严刑高大 而公主勇敢地自爆身份 见长了解情况后愿意为她护航 直到与联合总部取得联系 斯雷英一直怀疑是迪奥伯爵下定暗杀公主 所以打死都不说出口 在手下报告有人启动了种子岛战监后 迪奥便猜测出是公主启动的 这是斯雷英又说了暗杀公主的事 于是在斯雷英昏迷后 迪奥便明白了全部 他瞬间竟被斯雷英的忠诚 随后立马宣布要跟皇帝禀告公主存活仪式 然而迪奥还未行动 暗杀公主的主谋贝姆便偷袭了他的基地 迪奥等人全军覆灭 贝姆带走昏迷不幸的斯雷英 斯雷英的父亲是一位博士 博士还是贝姆的救命恩人 而贝姆不惜一些代价的要占领地球 只因为在多年前瓦瑟帝国皇室 煽动了第一次对地球的侵略战争 为莫德国婚妻死于战场 导致他对皇室心怀怨恨 所谓报复道的公主身上 占领地球也是他的目标 此时公主时刻为战舰提供着能量 他很高兴 终会见到了美丽的地球 也和同传的人相处得很愉快 但是莱恩因为亲眼看到自己父亲被火星人杀死 而心怀痛恨 甚至他接受不了为什么公主被自己人背叛后 还能怎么泰兰自诺 每天开心 约尔上了头的莱恩 趁公主在洗澡时用链子勒到他窒息 瞬间战舰熄火了 依然反手前找到了公主 为他做紧急救治工作 最后凭借人工呼吸救火了他 可是莱恩却突然出现 拿到枪对准了他们 他说出的自己和父亲都是火星人 对贵族暗杀公主的仪式 公主听完并未生计 反而惩慕地向莱恩道歉 他哭泣着道歉 一步步地靠近莱恩的墙口 最终莱恩还是没能开枪打他 随后就被关押起来 再经过一路奔波 这里在地下600米深的位置 收纳着鲜活的所有地球人 公主通过镭射装置 向火星传递他还活着的消气 但是有准备的贝姆阻断了两方的通信 并且贝姆即刻带人 前往联合国总部展开决战 贝姆到联合国总部 就立刻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地球人的回击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公主非常自责 甚至怀疑自己对于瓦瑟帝国根本就不重要 在片刻拦过后 他一直振作起来 当依赖凡想办法把他带到贝姆的身边 他是因为贵族在血脉上 有强制停止贝姆作战的能力 为了靠近贝姆身边 公主让战舰飞到平流层 然后依赖凡等人甲时装甲骑兵 在上空展开攻击 但这种做会直接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中 在公主的掩护之下 依赖凡首先降落在贝姆基地 在公主要降落时 贝姆却冲了过来 公主战舰大大受损 战舰上的人拼了性命地撞到贝姆这边 公主轻微昏迷 但其他人都受了重伤 于是送公主的任务就交给了依赖凡他们 贝姆醉了上来 依赖凡决定一个人拖住他 难而这是贝姆的装甲骑兵 和很多家装甲骑兵合体了 不仅成为了更加强大的装甲骑兵 而且拥有各个装甲骑兵的能力 即使面对强大的敌人 悉心的依赖凡都能发现对方的漏洞 通过他的敏锐 他打倒了贝姆 但在开战前 贝姆放了斯雷鹰 还斯雷鹰父亲的救命之恩 于是斯雷鹰在一开战后到处寻找公主 为此他偷到了一辆装甲骑兵 在依赖凡要杀了贝姆时 斯雷鹰却突然撞开了依赖凡 与此同时公主成功地关闭了贝姆的能力 这就是皇主的血脉 堪称巨鹰的权限 正好依赖凡撞倒在了公主的身边 公主痛苦又温柔地走到依赖凡身边时 却被贝姆开枪打中了 看到这一幕的斯雷鹰抓狂地射杀了贝姆 依赖凡艰难地爬到了公主的身边 回忆着和公主的一幕幕 但这是斯雷鹰又射杀了依赖凡 只为不让他靠近公主 所以最后吃鸡的人就是斯雷鹰了 这场战争使地球胜利了 而公主就此下落不灵 到这里 故事也就结束了 相信看完后大家都能发现一件事 那就是火星的人 似乎脑子都严重不在线 除了那个傻逼国王不说 斯雷鹰一见到公主 整个人的脑子也似乎断开连接 最后拦住全程修智商 而如果修智商我没有细说 就留给观众去看吧 不然我就会出现很多 都是按照故事原片说的话去附属而已 而为什么说续作一出后 就直接撤离文化呢 第一季最后的结尾 也是让人有些始料未及 但作为为了第二季展开做出的铺垫 大家都还是能够接受一下 可是当第二季播完后 你才会发现 这公主竟然是这么的傻逼 难一难二在第二季打了12季 最后全部都伤残了 然后公主特别感动 于是就跟着一个出场 可能就两分钟的黄毛在一起呢 你没听错就是这么狗血 看完后你就会深刻的明白 只要你不是皇族 你出身屌丝 那么你就别想跟公主在一起 屌丝不配谈恋爱 所以斯雷鹰被扣上小骑士的头衔 是真的没错 毕竟哪有公主和骑士谈恋爱的 在头行九月天 我就记得十月说过一句话 骑士的使命 就是为了守护那幸福 而关于阿努多拉 具体是什么也没有交代 那个傻逼皇帝的帝国秘密 也没有提及 第一季埋下的坑 连好多都看不到 所以还有其他一些角色 我就根本不提 反正之后你们也看不到他们 可如果有时间的话 还是推荐一下你们 去看一下这部动画的第一季原片 毕竟荷豹神曲的出场 是真的帅渣了 可惜了这个设定 不然光是将第一季的角色 继续讲下去 还有一些坑填弯 就足够被观众支持 再不及也不要弄出这样的结果 不知道看完解说 和看过原片的人 你们是怎么看待这部动画的呢 我是少年一位迷人又可爱的九星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